哇 满星就差了一秒 啊 挑战林克15天满星深渊第10天 在提升完海哥夜兰之后 明显队伍整体的伤害都上来了 在打12成第一天的时候尤为明显 从一开始的8分钟 到8分20 然后到现在轻轻松松杀进8分40 一步一步的提升各位观众老爷也都是看在眼里啊 那么今天继续来提升人物练度 海哥夜兰之后就轮到行秋了 之前行秋一直都是跟着夜兰一起的 现在已经成长起来了 那就可以独打一面 是时候要分开配队了 行秋没有记礼剑 拿了吧绿剑 在左门的队伍里面充能压力还是不小的 所以就得尽量的去堆充能越高越好 目前能做的就是去赌胜一物了 绝缘本里面没有绝缘 我是信的 今天又刷了一轮的体力 还是跟昨天一样 绝缘是真的没有 倒是出了个双暴追忆生命杀 这已经是走了狗鼠运了 啊直接拉满 败了三手小生命 嗨也算是有用属性了不能算太歪 6的暴击率加14的暴伤 将就了将就了 行秋凑来凑去最终还是只能抽个248的充能 拿来搭配雷神应该充能是够的 直接深渊小试一手 夜蓝行秋分开上半场双草阵容 打进8分40没有问题 这个是下半场最有机会的一次 啊就差了一秒 啊一秒一间就满了呀 真的是太可惜了 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啊 非常的极限 说明已经是可以摸到满新的屁股了 之后几天继续提升应该问题不大 第一间能满的话 后面两间就很有希望 今天就是这些 明天见 拜拜